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大的戏剧冲突也是一触即发 而其中以扮演顾慎妍的王志文最受好评 近日李小冉出席某节目 在采访时他透露最近他也在追叛逆者 这部剧除了扎实的剧本也少不了演员们出色的演技 不过说起剧中的气氛担当 当属王阳和王志文两人在在剧中有多次一秒变脸的表演 既生动有趣又传递了人物内心 哈哈哈哈 随后李小冉透露 昨天我看完叛逆者时 就给王志文王阳发微信 问其剧中 如今几个人物也是敌我不明 邮差代号是不是另有含义 不过被他们拒绝了 这让人不解 对此李小冉调侃 两位元气满满的小哥哥说 每次微信他们都是问这问那的 都不知道请他们吃饭 吃完饭邮差代号不就告诉我了吗 哈哈 这原因让大家笑翻 当然 叛逆者很多剧情烧脑 只有二刷才能发现其中的妙处 相信距离林南生彻底觉醒已经不远了 期待王志文和王阳后续的精彩表现